肾脏的定位 其实关于肾脏的定位 我们中医往往是这么认为的 肾 大家说了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观众朋友也要知道 所谓肾 往往会说为先天之本 其实先天之本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狭义的 一层是广义的 如果说狭义的 这个所谓的先天之本 往往说在人未形成之前 他受之于父母 换句话说 也就是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造就了人的初始的状态 那也就确立了人的先天之本 那所谓的后天之本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所谓后天之本 或叫做什么甚的 广义的先天之本 实际上指的是 在精子和卵子结合以后 造就了人 胚胎 胎儿 婴幼儿 在整个成长当中 最核心的原动力的确立 那什么叫原动力呢 一般的来讲 我们不严谨的说 我们往往认为呢 这个原动力就是为什么呀 肾经 肾经呢 化肾气 肾气呢 又分为肾阴和肾阳 肾阴肾阳的协调运动 正好呢 作为人的中枢的枢纽 来呢 调节人体的逐渐发展 成长 发育的核心内容 当然了 这个肾经 是在人的成长和发育的过程中 又靠着呢 后天咱们脾胃 摄入营养 食物 水源 转化为精卫物质 又不断的呢 补充到肾脏的肾经中来 这样呢 形成一个螺旋式发展的 这么一个脉络 使人体呢 由 婴幼儿 到 青少年 由青少年 到青壮年的 整个一个 生老病死 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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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